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湾区志愿博强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清源 清源有什么好东西呢?就是我们去蝴蝶湾 继华原的蝴蝶湾 大家在外围看看大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是非常之舒适的 整个园林的风格也是一个深中式的风格设计 加了现代的一个中式风格 前面的就是我们的销售部 销售中心 我带大家进去就会详细和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概况 来到这里就是一座大城 我们的一个配套设施都非常之丰富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理位置 首先你看看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制华院 胡蝶湾的一个位置 是我们正处于长龙大道 雙向八车道正中间的位置 这边的话长龙大道 为什么会命名为长龙大道呢 其实我们的项目就是距离长龙 是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 我们知道长龙集团 在这里拿了一块地 投资三百亿做全中国 最大的洞植密森林公园 它是14.4万方的 亦都是相当于目前的 潘虞长龙九倍那么大 九倍那么大 没错了 未来这个长龙 建起来的话 会引入的一个人流 即旅游市 所以我们大概是去到三千万人次的 每一年 我们首先先看看自己的项目 我们制华院胡蝶湾 其实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轨道 有两条轨道在旁边 这条就是港青轻轨 港青轻轨在2011年就已经开通了 港青轻轨在广州上来 它是由我们清远市区 最到这个广州北站 然后再到白云机场站 如果是最近我们这个站 就是银棧站 银棧站过来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距离人 是的 我想问 大概是1.5公里 1.5公里 我们如果是下了这个站 再走回来自己的项目的话 大概是10分钟内就已经到了 即走到10分钟左右 没错了 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话 你可以直接转成这条池源浦列车 这个池源浦就是制华院站 一出站就到自己的项目 这个是一个银棧站 没错 池源浦呢 池浦列车 池浦尊线 是今年7月份马上要开通的 7月份 9月份就正式要试运行的了 亦都是港青政府着重开发的这块地 原浦这条线是怎样走法呢 你看看这个是港青产热源 再到这个华南府基地这个位置 总长度是38.6公里 38.6公里 它最主要是为了这个 清远的这个产热 和加这个旅游的一条动线 亦都加速和这个港州 港青一体化的一个发展步伐 这条线路呢 其实是否全中国只有三条 第一条是在上海 第二条是在长沙 第三条是在我们港青淡泰 那政府呢 那我都来试试 就是说坐到银站站再转 再转成这个仕扶 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项目了 很方便的 继华苑站 它就设了一个站 出站就已经是由远了 出站就回来我们自己的项目了 好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的项目呢 距离港洲呢 只是 我们是和港青交界处 就是港洲和清远的一个交界处 所以未来发展呢 这边呢也是非常好的 港洲后花园 港洲后花园 正式的炮花园 而且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来到港洲花刀双圈 那也都是去到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哦 是的 那你除了可以开车 近花刀 最低就是花刀 那如果你说去到港洲市中心的话呢 一个小时左右呢 开车 那你现在说开车 那我们的客户呢 就在香港那边过来的 要在香港那边过来的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怎样走呢 如果是香港过来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坐高铁的哦 高铁很近 大概是去 大概1点 一个半钟头就到了了 那你在 高铁怎样走呢 如果坐高铁的情况下呢 你就去到深圳 嗯 就是你在香港过来的 然后呢 那边有一个深圳那边的高铁站 嗯 高铁站呢 直接直达的了 嗯 过半钟头呢 就来到我们这个清远高铁站 澳港高铁站 哦 在深圳坐高铁 就直接去到这个 清远 清远的高铁站 是澳港高铁 没错了 那这条线路呢 它是直达直通的 那大概呢 是去到一个钟 二十分钟多一点 嗯 就已经到的了 嗯 而高铁站 你如果是下站 再回到我们制华院 胡蝶湾呢 大概是二十分钟就到的了 二十分钟的车程 是二十分钟的车程 因为呢 这条清远路呢 它也是双向拍车道的 嗯 而这边开通 现在目前的话呢 这条路呢 正中间这条路 就还没开通 嗯 如果是今年开通的情况下呢 这里到这个高铁站呢 也是十五分钟 到二十分钟的车程 嗯 非常之方便 非常之方便 如果是过到我们这个清远的高铁站那里 叫我跌跌跌就很快到的了 是的 没错了 其实等两三个红绿灯 十几二十分钟 嗯 其实那个车位都没坐就到的了 非常之方便 很方便 最重要是那些路顺畅 是没错了 如果路不顺畅 哪方面都没用 嗯 嗯 如果是白环机场过来的话呢 即是你坐飞机过来 嗯 那就更加近了 你可以坐这条廣州东环制 城际线路 就是我们这条城际线路 然后呢 就来到我们这个廣州北站 北站呢 再转成这个港青青鬼 直接来到我们这个银沙站 我们这个大概需要花的时间 大概去到三十分钟左右 就已经到 嗯 嗯 所以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之方便 路线呢 也是四风八搭的 项目的一个总体规律 嗯 首先呢 我们所站的位置 这条呢就是长龙大道 那长龙这个项目呢 旅游项目呢 是和我们一路之隔 你看看这边的动物 植物都在这里 是啊 我看你的图都是一路之隔 在青灰路隔开来就是一条路了 是 没错了 这条是长龙大道 是长龙大道 因为我们这个图呢 因为长龙很大 其实它有时隔到这个范围 都是属于长龙的 哦 几个山头都是属于长龙的 非常之大 没错明白 你说是铺鱼的九倍吗 九倍 哦就是 嗯 那现在呢 等于是两个澳门那么大 哇 这个长龙 很誇張 那你说是了 那澳门大概是八平方公里 就是整个澳门 是的 那16平方公里那么大 哦 就是两个澳门那么大 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呢 售楼部呢 就是在这里 那售楼部这里 未来呢 我们是打造一个商业总部 也就是购物中心 在这个位置 就是购物啊 娱乐啊 你说 就是市中心 就是满足了整个 就是说购物的一个商场 哦 一生乎所需啊 还有你休闲啊 休闲啊 都全部是集中在这个位置的了 那整个项目呢 我们就是一条鱼的形状开发的 看一看 就是六十万方的一个文女大城 嗯 那就大概是九百亩地 这边呢 是一个鱼头的部分 这边是鱼腹部分 鱼尾部分在这里 那整个项目的配套设施是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超五星级的蚌船酒店 哦 那个蚌船酒店 然后延伸过来这边的话呢 即是我们一个 温泉酒店的配套 嗯 那我们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 温泉的合 Nacht淹别墅 就是互带温泉 会温泉入户吗 对 没错 là 我们的别墅呢 是温泉入户的 花园呢 每家每户都可以做温泉事 冬天可以回来泡温泉 那明天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 全国首例的一个水晶湖的道路 哦 這個水晶湖 為什麼叫水晶湖呢 它的水是非常暫暖和窒窒的 而且我們是可以達到飲用級別的水 這個是活水湖來的 這個它是一個 即是內部是活水 而且我們是通過一個非常高的技術處理的 是一個 即是它是過濾 而且還有一個超升波的一個技術 每天它都會令到這個水 它是波乾淋淋的一個感覺 而我們這個水 我們會打造一個海上住隔的感覺 即是有沙灘 有水可以潛水 有水 是的 沒錯 另外我們還是 好像這個水晶湖 它就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相陷在我們這個溫泉河院別墅當中 這個就是四平方公里的一個蝴蝶四翼的河道 這個河道有什麼用呢 我們是隨時隨刻 作為我們的業主 可以在自己家門口 就可以游泳 撐皮艇 一直游到這個大湖裡面玩的 游泳呢 是的 另外的話 這邊還有沙灘可以玩的 還可以玩的 未來這邊會打造一個網紅景點 現在我們進來看的就是一個135方的 這裡進來其實都很傳統的 好像是一個閻關位一樣 沒錯 這邊進來就是自己的一個漆平丸 135方的花園都大很多 這個花園就像這個做了一個巴桌 喜歡喝酒 平時喜歡燒烤 可以約一些朋友回來 最下餐的 那些小朋友又回來 不要掛烏煙瘴氣 抽煙或喝酒 當然有氣味 沒錯 這樣就在外面 還有呢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圍爐煮茶嗎 好像幾個閨脈 幾個朋友圍著 喝杯茶 聊聊天 我們有玩這些嗎 我們平時都有做的 都不經常約幾個閨脈 一起去聊聊天 真的很舒服的 看看現在進來就 其實複形跟剛才我們八一方那個 就是大同小異的 一樣 其實我根本上看到就是放大了 沒錯 就是一個放大的一個模型 它包括無論是室外也好 或者是室外也好 都是放大了 沒錯 大一點就整體來說舒服很多 這個就是大二十五方 直觀上也不同 沒錯 沒錯 大二十五方又賣到多少錢呢 其實這個總價呢 我們其實八五萬左右都可以拿到 八五萬 八五到八百萬之間 因為兩百萬都不超就可以買一個稅 其實跟八一方的相差不是很大 相差不是很大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過 這個跟八一方的風格差不多 但是我們的面積是放大了之後 這裡是多了一個空間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或者你可以做一個茶室的就行 或者你自己做一個音樂室的就行 因為有些人喜歡彈琴的 比較不想外界去干涉就可以在那裡 這裡是一個公用的衛生間 同樣出到這裡 跟八一方的風格一樣 這裡大一點 闊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 有些客戶可以做一個長者房 因為長者就不需要爬樓梯上二樓 所以長者早上在外面做一個運動也比較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上二樓看看 每個樓梯間都有一個通風和透光的位置 首先進來就是一個大房間 這個不用問 肯定是主人房 這個洗手台都是兩個 大家互不干擾 不用搶 浴缸 淋浴房 包括如廁的地方 都是一個獨立空間 看看我們的房間裡 房間裡 哇 夠複裸 你真是想像不到 八一和一百三十五是差二十方 只是大很多很多 你看看 米八的床 加上幾乎一米五長的一個床頭櫃 兩邊還有空隙的 而且它的通道很大 再加上我們一個衣櫃 衣櫃內六十公分的深度 除此之外 還有這麼闊落的空間 這也是多大呢 另外 它也配置了我們在主人房 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 我們的鏡頭可以看回這邊 我們看下去 下面就是我們一個花園 今天就有我們的陸法公在裁展 我們的花草樹木 這裡做得很好的 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個維護 好 我們來看看還有一間房間 還有一間房間 這間可以說是小朋友房都可以了 同樣都是一個套房來的 入到地首先就是一個衛生間 然後就是我們一個睡房了 睡房其實很舒服的 同樣是落地窗 躺在這裡 完全看到我們外面的環境 很靚仔 很舒服 廖小姐跟我們介紹過 包括我們的樣板房 從110方的別墅 一百三五平方的別墅 一到兩百多的別墅 都跟我們大家介紹過 我們現在選了一個點 大家看看 剛剛李女仙說過 圍路主查近期很流行 我們站在這裡出稅 將我們這個項目的優遇性 我們在這裡總結一下 好啊 好啊 那你看看 現在我們整個項目 都是以別墅為主 你買的是一個純別墅盤 而且我們居住的環境 這個就是0.89的容積量 所以你看看別墅 我們從百一方到243方的建築面積 這個總價我們是在100萬 再到500萬之間 譬如說你買一套一百一方的一個別墅 就是帶前庭後院 也帶車位的 那你想是說 其實就是用住洋房的那個價錢 可以享受到住別墅 那就大概是去到 你想想如果百一方 百三萬就可以買到別墅 對呀 或者是很划算的 你除了可以自己住 其實除了你剛才所說的 可以買洋房的價錢 可以買到一個別墅 沒錯 我最欣賞它是可以幫你裝修 而且價錢不貴 是啊 你在外面做就非常貴的 這個價格 如果是自己裝都裝不到這個卡別 是的 有帶裝修 又有無Pay可以減 是的 無Pay就是減1,700元一個方 沒錯 那就看你自己 是的 有些我不在乎 我不需要你裝修 我大把錢想下去 我以我個人風格去做 什麼都不出奇 是的 但有很多就 我不想這麼麻煩 是的 因為很傷腦很銷腦 更慘 比看碟戰片 是的 他和你裝修完之後 你看看 我們現在的風格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近幾年裏面 我們推廣一個 就是我們以中式的原林 沒錯 因為以前 在若干年前都比較喜歡歐式 其實歐式沒有中式文化 講文化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各人的丸子 大家都說 它一定有一個文化 並且有一件事 就是以我們的建築成本計 中式是貴很多的 是的 西式那些 直批直上 做圖形 沒錯 很簡單的東西 包括這個原林綠化也好 整個整體項目的規劃也好 你看到我們的中式設計 無論在任何方面來說 它比我們的西式設計 是很考心的 大家看到我們的原林 以及我們的屋頂 都有不同的一種風格 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灣區之業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